你覺得我們應該要吃些什麼 反而會有幫助就是降低發炎 我們主要比如說像剛才您的飯 我們就可以變成全骨根莖類的糙米 因為它就富含有B群 就可以幫助你的這個新陳代謝 降低發炎反應 那再來就是蔬菜水果一定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深綠色蔬菜 所以像您喜歡吃的比較偏向光類 對白色的 就會建議您還是要搭配一下綠色的蔬菜 白色的蔬菜營養成分好像比較少一點 對 但是它其實有另外一種降發炎 或是利尿 甲粒子也會高 但是如果你要就預防心血管疾病的話 這個方向其實還是深綠色蔬菜 它是很重要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可以喝一些綠茶 因為綠茶也是可以幫助 綠茶 波爾茶 烏龍茶 其實尤其是綠茶 它是可以幫助你的新陳代謝的 或者是喝黑咖啡 黑咖啡 對 不過量為主 對 就是真的不加糖的黑咖啡 其實它是有幫助的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可以吃一些 像我們當然說紅肉會增加一些發炎反應 所以我們可以改成白肉 白肉將是魚 或者像是雞肉 我一定要補充 豬肉真的是紅肉 因為我有一次 有幾次會遇到客戶跟我說 豬肉是白肉 我問他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豬肉它是白的 對 所以要提醒大家 豬肉 牛肉 羊肉 都是會容易造成發炎反應的 所以我們就是換成豆腐 豆干 或是魚 或者是適量的雞肉 去皮的雞肉 都可以降低你的發炎 鴨肉算不算白肉 鴨肉它其實算是白肉 但是它重點還是要去皮 對 它是紅色 對 我想說鮭魚的多維 我能瞭解 就像鮭魚有人會跟我講說 鮭魚是紅肉 所以它不可以吃 因為鮭魚是紅色的 沒有 但是鮭魚在我們的屬性 它是偏向白肉 是 對 所以什麼大蒜啊 蔥啊 辣椒啊 新香料的 蔥薑蒜 對 這些東西也都會不錯 所以像剛才小魚 喜歡吃的白色的這些 其實建議你就多增加 多加那些 對 因為白色當然都會 在我們中英的想法就比較寒 那你可以加入這些新香料的東西 會刺激你的發炎 不是 對不起 就是增加你的新陳代謝的能力這樣子 好 休息夠了吧 好 你這樣好玩的 你這個 你這是按住 要動起來了嗎 你怎麼跑下來了 魔鬼腳換腦來了 糟了 潘老師 來來來來不操作大家 你這個要幹什麼 我剛剛看到台上大概有三個 已經在睡覺了 已經開始有感覺 我想在這個時間 如果不讓大家清醒一點 我怎麼對得起國家了 好 來 那現在這樣 我跟你講 其實運動歸運動 但是要好玩 對不對 那怎麼樣可以讓你 這個達成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效果 那要趣味性夠 小鐘哥絕對是沒問題 那牙子沒問題 來來 那小魚哥你就直接跪拜就好 幹嘛這樣子 我可以 可以對不對 我們這樣 我們不要站一盤 我們間隔間隔這樣 我們間隔 我站在這個位置 這樣你們就跟著後面這樣做 好 那我跟你說 動作越簡單 越好玩 但是呢 記得要所謂的趣味性 我們做一個你看 併腳併腳開 這樣會吧 可以可以可以 那你把手拿起來 我要你併腳併腳開 然後就把手放下 併腳併腳開 然後呢併腳併腳開 可以可以可以 小鐘錯邊了 右邊了 去 go 併併開 然後併併開 併併開 好 然後記得把你的手要抬起來 這是第一個動作 好 簡單對不對 第二個動作 你看第二個動作 你只是剁一下你的右腳 再剁一下你的左腳 換一下腳會不會 試試看六七 here we go 1 and 2 and 3 and 4 可以可以 跳繩有沒有跳過 有 有 你看左腳跳繩 跳繩 跳繩 兩拍 記得兩拍喔 好 落腳完四個 我們跳跳繩 六七 here we go 1 and 2 and 3 跳繩 我跳跳跳跳 再一次 再1 2 3 好不好玩 跳跳跳跳跳 是不是很簡單 很簡單 很簡單 第三個動作觀眾朋友記好了 前面第一個 第一個忘記了 第一個是嗎 病病開 病病開 小鐘哥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 這是什麼 他腦子發炎了 他腦子發炎了 小心 你健康有什麼用嗎 腦子發炎了 是不是 好不好 第二個忘記了對不對 第二個是嗎 第二個就是墮腳 然後跳繩 第三個你看 後腳墊一步抬一下 後腳墊一步抬一下 手抬起來 1 and 2 and 3 and 4 沒有錯就是這樣 這個很簡單對不對 好的 那三個動作你記起來了 我們要配合音樂 把三個動作記起來 觀眾朋友我必須告訴你 如果你在家裡自己練習的話 每一個動作記得1分鐘 如果你在家裡練習 每一個動作1分鐘 然後中間休息15秒 15秒的時間 每一個動作1分鐘休息15秒 再做第二個動作 每一個動作都是1分鐘 所以加起來是3分鐘 對 就OK了 那我們不用 因為今天我們怕到時候 對不對 對 我們很難得 請到我們鵝眉山的師姐下來 我們沒有辦法讓她 好不好 師姐她什麼都沒有吃 我們一定要讓她 好好的動作 不要太難了 是不是 那三個動作都記起來了 對 第一個拚命開 老師音樂來 Here we go 好這個時候你可以放鬆 我們做併腳開 來點跟著這個拍子 好 拍子要對手不用抖 跟著我的拍子 準備好了 好 拚 OK 5 6 併腳開 併併開 併併開 5 6再來一次 併併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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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兩次 併併開 併併開 第二個動作是什麼 墓 墮腳 跳繩 再一次 墮腳 跳繩 再一次 墮腳 跳繩 很好 最後一次 墮腳 跳繩 小焦哥你在幹什麼 後腳 那個師兄跟師姐麻煩 墮腳要標準一點 開始 再來一次 一次 記起來沒有 記起來了 師姐已經喝醉了 師姐 好 給1加2加3 第一個 並並開 開 最後一次 很好 第二個動作 坐腳 再跳跳繩 坐腳 再跳跳繩 最後一個動作 我說師姐 車來了 大師兄來接你了 好笑 好笑 OK 擺個姿勢 會累 很好玩對不對 流喘嘛 有流汗 師兄跟師姐要不要先 先這位已經不行了 先躺下謝謝 但是呢 總之告訴各位 你能不能夠 你要打擊慢心發炎 忍叫動 對 動了就會健康了 好了 我們也要躺下來 不好意思 這個時候都清醒了 對不對 看完之後呢 看這個節目看完之後呢 差不多洗洗澡 可以睡覺 而且今天晚上 你會睡得特別好 對 一起洗手邁向健康 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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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